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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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人不管是任何團體 任何的訴求 應該跟他們對話的是政府 而非我們這群沒有權 沒有事的學生 但是不同的聲音 不同的聲音都是可以討論的 破局 同學 不要做了沒有民主風範 拜託 剛剛可以看到碰面是破局了 但是學生跟對方的訴求 其實並不是互相而是白狼 剛剛今天除了號召挺不貌權重 遭立法院踢館 還對著綠營大海參污黨 點名了民進黨的立委陳清曼 要他把爸爸管好 而陳清曼的回應是說 白狼是領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身份證 早就背叛中華民國請他管好自己 而其實今天下午在1點半左右的時候 其實鎮江街就已經有許多的人馬 雙方可以看到 有人是綁著這個國旗 有人是在相互的推擠 而鎮暴警察也已經在現場 從下午就一直不斷的待命 而立法院的內內外外呢 其實都有警方 要保護學生 還有群眾的安全和最新的消息 我們也會持續為您鎖定